哎呀,你輪轉天氣,風濕骨痛好辛苦呀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凌晶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啦 嘩,這麼好的? 那就買多個分享給二婆吧 太空小凌晶,可以在六創二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自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伯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伯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之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迪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 鑽研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接近30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亦都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吧 咖啡 咖啡 相信很多人都喝咖啡 也都知道喝咖啡多 對有些人來說會產生一些症狀 最容易的就是說他睡不到睡覺 對嗎 他人都很興奮 眼光光睡不到睡覺 但腦筋基本上是很清醒的 所以很多人就會用咖啡提神 上班之前一定要喝咖啡 或者整天裡面是不斷喝咖啡 因為咖啡可以令到他腦筋清醒些 但咖啡都會令到人非常興奮和敏感 喝咖啡睡不到的人 通常對周圍的聲音 光 小小東西都很敏感 咖啡還有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有些人是因為開心那頭 而出現問題 可能是心臟病發 或者其他的情況 咖啡是一個療劑 咖啡都可以應用一些切枝的痛 有些人切枝之後 就出現一些我們叫做 Phantom Pain 即是那些 那些 咖啡都可以應用一些切枝的痛 切枝之後的後遺症痛 或者任何的痛 是很嚴重的神經痛 或者面部的神經痛 加上有灼熱這種感覺 那當然有些人喝咖啡喝多之後 就出現咖啡性的頭痛 可以使用一下咖啡作為一個療劑 但是另外一隻呢 是羊甘菇Chamamela 可能會是更加好處理這一類的問題 那有些人都是的 吃了巧克力又頭痛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 你可以試過 那個咖啡療劑 但不行 那就用回羊甘菇Chamamela 那所以呢 遇到因為咖啡出現問題 可以用這個的 咖啡呢 很多時候呢 可以用在一些 十元仔的牙痛 或者大人的牙痛 出牙仔 它痛得很厲害的 大聲在那裡叫 任何的動動 任何的聲音 任何的震盪呢 它都會覺得很痛 更加不可以觸摸它 不可以觸摸它 有些人面部神經痛 三叉神經痛 是咬東西不行 觸摸又觸摸不到 說話都同 那咖啡當然呢 它令到人很興奮 那很多時候呢 我們可以用這些 小孩 那個小孩 是過度活躍的 那這些小孩 通常都是很聰明的 很精乖很聰明的 想起又快思路又快的 那但是呢 有時候呢 這些這樣的 興奮的狀態呢 它是停不下來的 整天都是這樣的 那這種情況之下呢 就可以用咖啡 作為一個療劑呢 幫這些小朋友呢 是安頓下來 尤其是牙痛 很嚴重的牙痛 或者呢 是個小孩子呢 平時呢 睡覺睡得不好 啊 成家人呢 都要就住它的 因為呢 如果你去洗澡 或者你遲回來 去洗澡 那洗澡的聲音呢 就會令到那個BB仔呢 或者小孩子呢 會醒的 那這種的情況呢 這個療劑呢 這個療劑呢 就是咖啡的這個療劑 來的 還有時候呢 搞肚痛 小孩子的消化 不要搞肚痛 那這些情況 都是一個很好的 咖啡應用的地方來的 好了 那這個 我們平時 日常的飲用的食物呢 既然呢 可以變成一個 很好的療劑 袁醫生剛剛介紹的 同類療劑 覺得適不適合你自己用呢 是不是就是你的 寧丹妙藥啊 需要的話 有關同類療法療劑 可以在 銅鑼灣 炸電街 富城商業大廈二樓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和陸創意健康店 買得到 查詢電話是 2577-3798 或者 2882-4848 大家也可以在網上訂購 網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healthshop.com.hk 好了 今次節目來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